以色列和哈馬斯星期二交火 加沙至少有25名巴勒斯坦人喪上 這是由於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大院 動蕩引發的仇敵之間急急事項 一名槍手星期二襲擊俄羅斯黑山一所學校 殺死7名年輕學生以及一名教師 並炸性21日俄羅斯官員說 槍手是一名該校的19歲前學生 在緬甸仰江的小巷旁 首持標語及其次的國族人民遊行 遊行標誌著軍方奪權以來的第100天 一名美國海運警衛隊向一群伊朗快艇開槍警告 五角大流形容霍爾木之海峽發生不安全不專業的情況 在行河中飄浮的疑似冠狀病毒患者的屍體 專家擔心冠狀病毒的感染及死亡的真正數字 遠超過報道的數量